你每次来录制一些带什么 必备的 必备的吗 必备在这边是 这是我的电脑 订生卡 通过生卡 然后我们是连接两个电梯音箱 这是我的小麦克风 先是录一些demo 然后这是耳机 打机电 主要是来打鼓 打一些节奏什么的 那些小键盘 你的琴都有一个床 那你来说选手是住四楼五楼吗 然后它比较小 我就自己生了个苍蝇 生了个苍蝇 我上次试到了骑士忍 不会带很多这种东西来 但箱子里都是这 然后我的琴如果受潮的话 它会变弯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房间 OK一些 有一个随身包里面是一些 其他的音乐制作特别 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器 转换头 一些耳机 各种行 就比如用来监听的 也用来听音乐的 有的是用来做reference 这是用一个没有穿过的 干净的袜子套住的便携键盘 这是我当时从博士顿飞 北京的时候在飞机上会给的 而且我没有穿过 它没有味道还行 穿过的话其实也没有味道 就是为了防止把它压杆弄坏 因为它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压杆上的问题 如果要是不保护它的话 它会就是受力不均匀 加上硬销 再加上线 再加上插线板 什么的一些电源的话 可能大概十几公斤 这是一个吃了之后 不会胖的一个面 这个低纸 原始小短公斤 口罩 这都是鞋 半斤20公斤的鞋 这是在飞机上 或者是在高铁 睡觉用的 枕包 就是消毒的酒精 消毒设计 然后就是这位小风扇 人家先打折 他们在 7块7毛钱这样 这个算是电斜哑铃 这不是用来喝的 或者二口玩具 的话是这样的 电斜嘛 然后测飞机 后前的话这样的 挺实用的 这是潘红当时给我买了一个小飞机 给强哥买了个泡沫糖 然后还给穆苏买了个马桶 因为穆苏总经常说 我们一起吃 这是我还有潘红 还有强哥 还有小新 成心抓娃娃大王 这成心抓娃娃大王 小朋友 是否就好多好 这是火炼鸟吧 这带子里面是 健哥送给我们东北武战队的队服 健哥演唱会的T恤 我们有一件黑 还有一件白的 设计都不一样 这是健哥送给我们的小鬼 大概就是这些 觉得家善怎么样 做习惯了也挺好的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网络独家冠名播出 一只水饺 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大家好 我是学员宋依宁 欢迎大家支持我 支持思念金牌虾水饺 支持中国好生意 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金牌虾水饺 欢迎订阅金牌虾水饺 欢迎大家支持明镜与点栏